大家好 我是阿澤 這個就是一個新節目 其實我都考慮了很久做不做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會講些什麼呢 就會講一些比較閒氣的事情 一些我都不知道怎麼開題 或者是很多條題加起來的事情 會拉到很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聽一下 因為我經常習慣了講一下新聞 或者講一下某一件事 然後就可能講一下感想 講一下我的感受 一般來說我都會寫一些稿 但是這個新節目我是不會寫任何稿的 只是這樣吹吹吹水 講一些會輕鬆一點 還有我的節奏會比平時慢很多 因為平時我是拿著一些東西來讀給大家聽 變了我就是有些時間給我 可以走盞給自己 但是現在我就是一直在想一邊講 所以我是會講慢一點 要是我的口要遷就回我的腦 要不然我會拿肌筋不想到 這個都想了很久 之前跟大家提過想著做新節目的 就本身是搞一個類似心事台的東西 可能跟大家講一下心事 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後來我就想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可能都是幾分鐘幾分鐘 我覺得好像都是跟平時的差不多 於是我想了很久 我就想不如做長一點 還有講一下一些東西 一次過講幾件事 大家都會留意到我有個習慣就是 譬如我平時做節目 那我就會是可能一集節目 只講一件事 譬如我講鍾培生和林作 發生什麼什麼什麼 我只要集中一點講這件事 變了很多東西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譬如有些東西很細單細單的 那我又不夠開一集 可能我只有30秒我已經講完 那又怎樣呢 變了會很尷尬 變了開一集又開不到 我又不知怎樣算 那不如想一下 不如開一個新節目 是一次過講很多東西的 或者講一些東西 是可能 不是很想寫稿的東西 那今集講什麼呢 那話說呢 我就不知為什麼 斥起一條根 我又看了一套很舊的港產片 就叫做英雄本色 這套東西呢 我相信很多網友都應該看過 很多人都應該看過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講 原來這套東西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緣份看 因為說回你說 如果以前那些 港產片 那我會看什麼呢 我會看古惑仔系列 就是鄭伊健 那些 或者什麼極速傳說 那些喜歡講黑社會 都是講鄭伊健的 看 或者可能看一些 周星馳的電影 就是以前港產片 其他我真的很少看 以前小時候我會有看 有一套叫做什麼 神探 辣手神探 還是什麼 辣手警探 我也是周潤發 和梁朝偉那套 是不是辣手神探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都有看過這些 因為以前小時候 家裡有什麼香港寬頻 有個什麼電影台 又看那個有個非洲人 不知道叫什麼阿蘇 還是力蘇 都有看過一下 我不知道那些算不算港產片 還有什麼精裝追女仔 監獄風雲那些 但是英雄本色我真的沒有看過 一直都沒有緣分看 有時候有些朋友說 阿澤英雄本色好看 不如你看一下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開 那天突然之間 不知道做什麼 撕起根 見到 嘩你老母 臭氣 Netflix有喔 那不如 緣分到 看一看 我還很難摸街 我分了兩天來看 嘩你老母 很熱 我現在 脫一脫衣服 拿命 錄一下很熱 唉 熱到氣 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 待會又重新錄過 那現在繼續 剛才說到 就說我 即是 好像有一集是前傳來的 我只是看了第一集 分了兩天來看 好像不知一個半小時 我都分兩天來看 很難摸街 那一開 那見到畫面都是比較舊 因為他都80年代 我看他Netflix出比那個年份 就好像是1986年 好像是 那當時周潤發都很年輕 現在都保持得很好 看回他的樣子 那我開來看 就見到 嘩你老母 周潤發真的很帥 即是見到他吃煙那個樣子 我真的 我都想拿一支煙出來吃 不過我不吃煙的 為什麼吃煙 他吃到這麼帥氣 這個人 他點煙那一下 有些人又說什麼 拿個美金來點煙 不是他就這樣吃煙 在那邊擔心著屌 都很帥氣 走出來很帥氣 走出來很帥氣 還有另外那個阿叔 是不是叫滴龍 好像是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記錯 不要亂吵架 或者指證我 因為我真的不太熟 張國榮我認得 還有張國榮那套東西 我也認得 張國榮真的很帥氣 我有個兄弟 他很帥氣張國榮 他有一期 常常做什麼 把自己的icon 轉了做張國榮 他真的鬆不鬆 張國榮是挺帥氣的 那套戲 跟我的fan 那張icon的樣子 應該是再年輕一點 可能 他的icon 張國榮的照片 是後期一點的 我看這套電影 80年代 可能他那個 90年代的照片 真的挺帥氣 張國榮 但那套東西 我最想說的是什麼 首先那些人很帥氣 那些槍戰 很精彩 周潤化 和滴龍 還想到全家產的 一定不用說的 但他有一些位置 我覺得很有趣 譬如 他說他坐牢 坐牢 好像坐了三年 其實三年牢 不是真的那麼久 因為他講到 好像仿余格勢 那樣 很奇怪 這個位置 不過那套東西 是好看的 是好精彩的 我馬上介紹給我的fan看 因為我的fan 是女生fan 他很喜歡看打仗 槍戰 那些東西 那我跟他說 我看英雄本色 他不是想什麼 我說是有槍戰 適合你看的 周潤化呢 他走去唔有 即是說 我不斷劇透一下 其實都不是劇透 屌你套戲80年代 如果你還沒看 你屌咬我 說我劇透 那你真的不是那麼好 不過我很公道 我給大家五秒時間 如果你不想聽後面的劇情的話 你就可以先離開 看完再回來聽 那是說 數五秒 一千零一 一千零一 一千零三 一千零四 一千零五 那現在 那時候的劇情就是這樣的 就是講到 阿狄龍 就和周潤化是兄弟 來的 兩個是一起拌東西的 一起拌那些假鈔 賣那些偽鈔 幫個字頭搞的 就講到 周潤化 和他的兄弟 周潤化也很厲害 就講到 敵龍有一次 就去台灣 就拌東西 好像是台灣 還是不知在哪裏 好像是台灣 就拌東西 就跟那條嬰兒去 他那條嬰兒也要講一下 那個奸角 他那條嬰兒 就是 我不認識他那些嬰兒的名字 他那條嬰兒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以前TVB那套大唐雙龍轉 就是 林峰和 那個什麼嬰兒的名字 鍾爾觀音娜那個 吳卓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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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胡定欣那套 做彎彎那套 那套大唐雙龍轉 還講做一個奸國 一個奸國 一條嬰兒 叫語文化俠 吳卓熙 用什麼兵圓勁 那套陷家產 混合五明媒的那個 那條嬰兒 在周潤發那套 英雄本色那套 就叫做 大哥盛 那條嬰兒就是奸國 那條嬰兒 跟狄龍一起去台灣 那條嬰兒 就動家了狄 狄 狄狄 吳卓熙 坐牢了三年 坐牢完三年出來 就回到香港 講迪龍 見到周潤發很老到 見到他以前的男子出賣的男子 那個大哥成 做了大哥 中間我錯了一些東西 因為我一沒稿 我就很容易亂 先拉回頭 剛才講到哪裡 剛才講到他坐牢 他坐牢的時候 被人凍 當中有一條男子 台灣對面有對頭人 周潤發就過了他 幫他覆卓 周潤發很帥 報仇那場戲 不要拿槍進去 裝裝裝裝裝裝 來一個殺一個 把槍放在盆栽 放在走廊外面 一路射一路射 那場槍戰真的沒得輸 我真的介紹給我朋友看 他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他很喜歡看槍戰 真的適合他看 然後他後來 敵龍坐牢後來 回到香港 看到周潤發很老到 然後看到他的親家 敵龍 不是敵龍 敵龍的親家 那個 乳文化琦 那男人 要乳文化琦 老母 看到乳文化琦 他就想不想通 看到算了 不過都這麼多年了 都想要算了 不是說回來報仇的 即是敵龍回來 不是想覆舊 乳文化琦 雖然乳文化琦 出賣他 但是他想著 哎呀 屌你老母也沒有啦 但是呢 乳文化琦 就不知做什麼 發瘋 咬著他和周潤發 不放 結果最後呢 就屌你老母也搞到 自己的命都沒有 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動了人 你已經是 榮華富貴 拿了 你為什麼一不解救 還要去挑釁他們兩個呢 就是挑釁周潤發和敵龍呢 因為說一下周潤發呢 我剛才還沒說他去幫敵龍報仇 去台灣 他幫他報仇的時候呢 他的腳是屌你老母 傷了 被人開槍射到 所以他是偷偷偷偷的 他已經廢了武功了 所以本身他都很老到啊 好像不知幫人抹車 還是什麼 那我看了這套東西 那個故事呢 那個故事到最後 說回張國榮那裏呢 和敵龍 因為他們是兩兄弟來的 張國榮是做警察的 敵龍是賊來的嘛 那就說他們兩個呢 那些兄弟的恩怨情仇啊 又說他怎樣女人死了 那個老爸 一開始 那裏呢 那裏呢 那些張力拍得很好 看完之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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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兩個到底怎樣呢 就是看得到你 那種感覺是很好 而且他的節奏呢 不會說 現在有時候看那些戲呢 嘩 你老媽在那裡 黑眼睡啊 吼家產 我上次啊 入戲院看那一套 神奇女俠啊 嘩 嘩 你老媽 還會想到我黑眼 我看著 嘩 你老媽 臭啊 打了沒有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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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悶啊 看著那些傻佬 在那玩石油啊 在那做一些暗狗的東西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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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悶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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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這套英雄本色 雖然在那久之前 就1986年 嘩 嘩 那套神奇女俠 是1984的 嘩 你老媽 他更好意思 80年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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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呢 英雄本色呢 日回到現在的電影 那裡 依然是無法輸 真的無法輸 很強 他整件事是很舒服的 只不過因為呢 我太夜來看 所以我才能晚上睡 分兩天來看 如果不是我早一點要開 可能八九點的時間開 我應該可以一次過看完 一個半小時很爽 整套東西很爽快 就算他有什麼心理的掙扎 有什麼描寫都好 他都是很直白 或者他不會很煩 有些很煩的 有些人在扭扭靈靈 一時又這樣 好像那樣撕花瓣 我喜歡你我不喜歡你 會有這些事情 但他是沒有英雄本色 他是屌你又想到 從頭到尾 嘩好爽 有些人又好爽 我都喜歡迪龍那個 他有一段戲 是講迪龍想混合正行 走去 開的士 他開的士那一幕 有一條樣子 叫做堅叔 就是那個的士那些 類似打理人 或者車行那些 開的士人之類的 講迪龍去到 就跟他報道 就說我是哪個 哪個介紹來的 嘩那段戲真是好爽 大家一定要看這套 這個英雄本色 雖然很爽舊 是八十年代的 我都沒想過我會 走開回來看的 但現在是挑起了我條巾 想找回一些 舊的港產片 我沒看過 其實很多舊的港產片 我都沒看的 我以前從小到大 我看港產片 我都是可能看 周星馳 什麼食神 那些舊的港產片 或者看 剛才我也講過 看那個什麼 鄭伊健 那些 但你說真的 譬如 劉德華那些 其實我沒什麼看的 就是 賭神系列那些 有看 但其他 劉德華 其他舊的港產片 其實我沒看的 我爸爸叫我看 那套天若有情 是不是天若 天若有情 是啊 天若有情 我爸爸有看 這套我都有心機想看 因為我經常聽到人說 最多 就是天若有情 和英雄本色 現在英雄本色我看了 天若有情 我都會開來看的 希望是 不要令我失望 那 大家網友 可能有些年輕一些的 網友會聽我 我知道有些小過一些的 那大家如果想不到 最近有什麼戲 特別好看的 那可以找這一套 英雄本色來看 它有三集的 那後面那兩集我還沒看的 我遲些緣份到 我會看的 現在緣份就還沒到 因為不知為什麼 有時候很混蛋的 開著著個Netflix 可能太多東西看了 我又要看動畫 我又要煲劇 講開煲劇 我見有一套 什麼後翼戲兵 講足企的 我都沒空開 我很多朋友都說好看 然後現在呢 它迪士尼那邊 又有些新劇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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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說不出 說到後面 啊 啊 叫什麼呢 所以不知大家知道哪一套 那套的那套 就是說 風評很兩極 我都是聽教主那邊說 就是聽 煲劇費阿那邊說 我也沒空開來看 說什麼 他不知道如何騙夠觀眾 還是怎樣 不知他 不過我都是聽教主說 我還沒看 我有空開了 然後 還有那套 什麼呢 星球大戰 萬特樂人 我又是未能看完 我那時候看了第一季 第一季我很喜歡的 但之後我沒再看下去了 我第一季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完 糟糕了 看了一半 好像 好像 仆街 有空開回來看 因為有時候太多東西看了 例如剛才說英雄本色 這樣 我拖了那麼久 拖到現在才看了第一集 還有兩集在後面 仆街 然後還有什麼呢 剛才才說的 天若有情 也要開來看一下 如果網友有興趣就可以找來看看 英雄本色 看一看 其實不是看一看 你相信我 看來看英雄本色 其他剛才說的 天若有情 什麼東西 患事與...不知道哪個 你不用理 你一聽著 這一集我們就是講英雄本色 周緣發真的很有型 敵龍那一刻 走出來 他們幾個 真是沒辦法輸的 是那個奸國弱了一點 那個什麼呢 語文化及那個人 就是大唐雙龍轉那條陷家產 那個弱了一點 張國榮就帥仔啦 但是真的 敵龍和周緣發真是沒辦法輸的 真是開來看 他的槍戰也好 而且看得到 心是戳著的 你看到很動的那個人會 你老母 開槍打敗他的頭 你老母 看得到這樣 我看得到很激動的 你知不知道 我看得到 你老母 握著我的拳頭 你老母 出去 這樣都引得到 你老母 試都吃得到 是看得到這樣 真的要開來看 信我 一定要看 OK 就是 那就說多一點 我想吵香口膠 無緣無故吵什麼香口膠呢 這個是抽離一點點的 就是關於我今天上班的事 我吵你老母 今天上班 那不要緊啦 上班 我送外賣 大家知道的啦 那我送外賣 我走啦 吵你老母 走走走走 腳怎麼會被東西黏著的 我吵你老母 我一拿起 吵架殘 你傻子 吵你老母 吃香口膠 吃乳子 你吃香口膠不重要啊 我覺得 你為什麼要到處吵呢 我吵你老母 吵到地下 哇 踩到屌子 你老母 臭屁 我告訴你 哪個 吵你老母 臭屁 吃香口膠呢 不能用紙巾包著去吵垃圾桶 或者吵垃圾桶呢 其實是混蛋 吵你老母 誰吵到地下呢 是不是人來的 吵你老母 你有沒有人性的 吵到地下 如果你踩到那怎麼辦 為什麼可以這麼吵 無功德心的 那些人 真是不論之所為 死全家 這些混蛋 吵你老母 吵到地下都有 香口膠 你吃香口膠 你吃香口膠啦 你不是拿個紙巾包著去吵 困難嗎 小小已經教的啦 老師 吵你老母 吵到地下 吵你老母 吵到地下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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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口膠 吃乳子都這麼吵 那也是啦 大家網友都應該是有功德心的 吃香口膠是沒問題的 但你吃香口膠呢 就不斷隨便騎在地下 你踩到一雙鞋子 我用一張紙巾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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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大家就明白啦 就不要弄得到你老母 不要給我詛咒啦 OK 今集都差不多啦 我都很厲害 超水準發揮 雖然中間呢 我講這個英雄本色呢 中間講得有點亂 希望大家網友就不要介意啦 因為今次是 怎麼說呢 叫做牛刀小事 我第一次做這一個節目 是用這個形式這樣 一輪嘴說自己自言自語 是做那麼長啦 因為平時 因為平時做今晚基基他呢 我和Henry呢 就兩個人啦 變了有些酒盞 給大家互相是 在那裏典檔一下這樣 但是呢 一個人這樣講十九分鐘呢 其實對我來講呢 真的很吃力的 不過我相信呢 隨著時間呢 我是會進步的 希望是會做得更加好啦 這樣 我不能記得拿一瓶水進來 我現在好多頸殼 屌你老母 就是 爸爸可不可以幫我拿一瓶水嗎 麻煩你 我現在叫我老爸幫我拿一瓶水 我老爸真的好好的 我老爸又英俊啦 是不是 頭又墊得好看 是不是 幾好 有這樣的爸爸 拿一瓶水給我 喝一口水先 好啊 好多頸殼 那繼續講下去啦 剛剛才講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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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到香口膠 那再講下去啦 剛才就講到 平時跟Henry 我們做節目呢 其實都ok還好 因為我們兩個人 拍著嘛 那變了好多位 可以緩衝 可以想下一個題目 說什麼 但是現在不停在那裏 不停在那裏 就有時候會重複 你看到我又轉了 回頭 喝完一瓶水之後 拿了一瓶水 然後繼續講 為什麼會 所以說做20分鐘 其實現在這樣 譬如對我來說 這件事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見到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之前都有講過 有一個網台呢 叫情爆 就是再情浪的一天爆粗 不是再情浪的一天出發 是再情浪的一天爆粗 他們那邊呢 有一個主持啦 叫做Tim哥啦 Tim哥真的很厲害 我看他做節目呢 他之前有一期呢 不過他做直播 但都厲害 他拿著一支咪 一刀不剪 講四二十分鐘 五十分鐘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難的 其實 有些人可能會說 你拿著咪 自然治癒而已 有多難的 你試一下啊 你真糟糕 我現在是盡力啊 我講二十九幾分鐘 我開始吵你 想到吹光水了 開始大糟糕啊 真是 那今集呢 講到這裡啦 差不多啦 都很好啦 這次 希望下次可以再努力一點 做好些節目 給大家 打化一下時間 這樣 都沒什麼特別 那可能就是勤力仔 可能會是 明日或者是後日 這條可能出啦 這樣 可能是 每天出兩條 這樣 差不多啦 今天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那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